大家好,是超神龙哥哥 大家知道新角色调酒师是为了去庄园寻找哥哥的 他师中的哥哥曾经调制过一种叫多夫林的酒 酒的配方来自庄园 也就是有份劣政的侦探去的地方 这让龙哥哥想起了调香师 调香师为了香水的配方去了庄园 可以说调香师和调酒师都是被配方套入去庄园的女人 庄园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两个女求生者不同的宫珠 一个调酒,一个调香水 而这两种不同产品的配方中可能含有同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都在欧帝利斯庄园中 可能是一种长在庄园之中的植物 植物可能被加工后形成某种特殊的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让人上瘾或迷惑人的作用 所以调香式的香水可以让人沉浸其中 调酒师哥哥调制的多夫林会让人喝的上瘾 而且庄园的主人可能不仅知道这种物质的作用 还在庄园的秘密实验室里研究过了 否则是不会从庄园之中流传出多夫林酒的配方 也不会流传出让调香师渴望得到的香水配方 看来之前我们在归宿系统中发现的秘密实验室不简单 这里可能进行了许多秘密的实验和研究 好像有点道理哦 调香师和调酒师都是被配方套入去庄园的求生者 庄园套入生妹子太天真啊 庄园的主人为什么需要吸引这么多的求生者来庄园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龙哥哥哦 优秀的你记得评论点赞和转发哦 点击关注哦